大家好 我是蔡蔡 蔡蔡常去東京住的飯店 剛好就是歌舞雞丁中心點的千席塔 這是遊戲《人中之龍》裡的坐標 也是現實中的歌吉拉飯店 想當然住在這裡當然就是不業成般的生活 越業越美麗的歌舞雞丁 其實生活機能極為方便 只要你有錢 藥妝店都可以開到凌晨一點 對女性來講 極為重要的美容院更是24小時營業 半夜2點的美容院裡面 人聲鼎沸 位置上坐滿了光鮮的牛郎跟上班小姐們 店裡的BGM音樂播放著皮卡丘之歌 然後還有設計師跟著唱這樣子 皮卡丘 皮卡丘 這就是號稱全亞洲規模最大的不業成 各無既定的日常風景 我對於日本會真正的開眼 其實真正的起點 應該是1997年為期一年的交換留學 當時在士田谷跟丁田 兩個校區間來往的我 理所當然的 電車小田急線的終點新宿 就成為我跟日本同學之間 歐哥青春的誓言之地 在來日本之前 對於東京印象大多來自於中二時期看的城市獵人 但是因為當時還是日本漫畫 都會被配上中文姓名地名的自欺欺人盜版時期 所以我們只模糊的知道說 孟坡居住的城市是東京 而依賴者在留言板上寫出XYZ的去某些當時的大神 講說是新宿車站這樣而已 直到真的自己到了日本 到了東京 出了新宿車站之後 才真正看到那個城市獵人跟客戶約見面的 戶外大螢幕 心中的感動真的難以筆墨形容 那習慣了日本大學生活之後 新宿自然成為大家週末或是每一刻的時候 一起鬼混的場所 因為這樣我認識了許多好朋友 也認識到了大學生的糜難生活 跟日本夜生活的片段 現在回想起來 那段時間或許沒有什麼錢 但卻是多彩多姿 閃耀這種青春光芒的日子 新宿也不只是亞洲各國黑白勢力雜儲的 亞洲最大歡樂節 同時這也是各種影視跟文學 甚至漫畫作品的搖籃 1998年還在日本交換留學的我 也因為新宿認識了慈心舟的小說不夜城 而這部破天荒的黑暗小說 後來也搬上螢幕 成為金城武的廚師作 這部作品裡的主角 幾乎90%以上 都是來自中國跟台灣的黑社會分子 在歌舞伎丁這個狹小的風化區裡 展開幾乎是人類所有邪惡本性集合的恩怨情仇 在不夜城裡 包括主角沒有半個人是好人 但是這些混帳們 如果你看著作品就知道做形容 絕對沒有誇張 他們卻散發出一種黑暗到發出反光的魅力 就像這座從不睡覺的城市一樣 當然除了上述兩部作品之外 同樣以新宿歌舞伎丁作為舞台的 形式小說新宿角跟南公關漫畫夜王等 寫實派的成人作品不計其數 但是另一部跟歌舞伎丁關係密切 也讓我大為驚艷的作品 卻意外的是有名的本格科學冒險漫畫 普哲之術的劇作20世紀少年 這部作品描寫的是一群70年代少年的幻想 跟幼稚的排擠霸凌延伸出來的 巨大格局的陰謀 後來也翻拍成了電影 其中的第二張舞台就是 2015前後幾乎成為無法替代的歌舞伎丁 其中充滿了中國黑幫 邪教團體 日本警察跟外國勢力間的衝突跟鬥爭 電影裡的中國黑幫老大 還是由陳昭榮飾演的 而這部科學冒險漫畫 會把歌舞伎丁設定為故事主要舞台 當然也是因為現實中 歌舞伎丁所散發出的 特有的混亂跟多國籍魅力 事實上 這座出現於戰後東京荒帝間的大娛樂街 它的情形成過程中 也真的包括了許多台灣人的足跡在內 日本戰敗之後 全國都陷入了物資不足的慘狀 許多人都必須依靠黑市交易才能生活 歌舞伎丁也因為這樣成為黑市交易的主要場所之一 而朝鮮跟台灣這些戰前被日本吸收 所以在戰後不算戰敗國 也不算戰勝國的第三國人 請注意一下 在現代的日本 三國人是變成一種歧視用語的 他們反而比起一般日本人容易拿到物資 也因此 許多第三國人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 而留在日本發展 在日本復興穩定之後 當然黑市慢慢被整頓消失 成為歷史 但是許多台灣人卻用交易累積出的財富 在歌舞伎丁購買不動產 也隨著歌舞伎丁興起成為娛樂街的同時 變成當地許多大樓的經營者 雖然現在台灣人在歌舞伎丁的影響力 已經大幅消退 但是當地現在還是留著 台灣同鄉協同組合大樓 就在停車場對面 建築上爬著一隻大猩猩的大樓 對這段台灣人的歌舞伎丁 戰後史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參考 《台灣人的歌舞伎丁》這本書 那不管是我與歌舞伎丁的浪漫談 或是歌舞伎丁對於台灣的影響 其實都不止於此 在台灣廣受好評的作品《深夜食堂》 舞台設定就是在歌舞伎丁裡的黃金街 黃金街過去曾經是非法的賣存地帶 後來在整頓之後 成為各種小酒吧、酒館、小食堂的聚集地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 黃金街成為各大作家 喜歡前往的文壇勝地 後來寫出黑暗小說不夜城的慈興周 學生時代就是在這裡打工當Bartender 在擋住了泡沫經濟時代 瘋狂土地草作狂潮而沒有被買收重劃之後 黃金街其實經歷了一段黯淡期 後來又因為其獨特的隱密跟復古風格 而讓這裡重新活絡起來 成為次文化的發信種地 也因為這樣 深夜食堂裡才能夠讓讀者們 看到這麼多的人間悲歡離合 因為現實生活中的黃金街 真的就是這麼一個多彩多姿 而又半與世隔絕的霓虹桃花園 回到歌舞伎丁的大街上 上一篇跟各位提到過我的漫畫正經之一 聖堂交付我 但是在日本這部作品的知名度 遠低於另一部翻版作品 《卓熱》 《HIT》 《卓熱》裡的主角 這個唐澤融合了北條的狠徑 跟淺見的智力 而且職業是牛郎店 新宿族街的老闆 而對抗歌舞伎丁裡的 日本跟外國黑道勢力 這部作品當然因為設定關係 而娛樂性遠高於聖堂教父 也因為是翻版作品 所以劇情設定跟人物的潤色更加成熟 但是對我來講 這部作品也僅讓我 重溫對歌舞伎丁的熟悉感 而沒有過去聖堂教父般的給我的衝擊 或許是因為我真的長大了 當完兵之後繼續往日本留學 因為學校所在的是 研究學員都市逐坡 在沒有電車時代 離東京其實有段距離 所以也減少了上京的機會 但是《人中之龍》這套遊戲的出現 重新呼喚出 我心裡面的深夜跟壞朋友們 徘徊在亞洲最大歡樂街的另外一個字集 這個以歌舞伎丁為舞台藍本 塑造出跟實景幾乎一模一樣的神式丁 而在其中演繹出 壯大極道故事的系列遊戲 雖然一開始 因為它的成人像題材的關係 而廣受質疑 卻意外的打破之前也提到了 成人黑色童話族群 跟純遊戲玩家之間的隔閡 成為了遊戲公司SEGA 最大的代表作之一 而這個日本極道色彩濃厚 本來在台灣只能算是 像我們這種重度日本宅所愛的遊戲 也因為後來中文化的關係 現在在台灣造成一股不小的風潮 那順道一提 我是這個遊戲裡面 在台灣最大的網路同好會的會長 那現在年紀大了 歌舞伎丁的風華仍然耀眼 但是我已經不太年輕了 甚至還會有點擔心 會像上次我去京都一樣 被台灣人認識 叫出名字來 畢竟在京都被認出來 好像還有點風雅的感覺 在半夜的歌舞伎丁 被發現菜場在那邊走來走去 好像就會被覺得 嗯... 比起文化考察來講 開雜物的可能性 好像會搭上好幾倍 現在的我在台灣 有幸被大家視作 是對日本文化有點研究的讀書人 但是我現在還是很懷念 跟朋友從下午就到歌舞伎丁 花1000日幣唱卡拉OK 到下午6點 然後吃完便宜的迴轉壽司 開始泡在電動間裡面打遊戲 出來之後 再到一番街入口附近的24小時咖啡店 一邊打屁一邊假婚 最後半夜再躲進漫畫廁 漫畫吃茶 看漫畫間小睡 天亮之後再坐著第一班電車 意識不清的回宿舍 睡覺的那個輕狂的自己 青春或許不在 但是我仍然記得那個在 新宿培養出反骨精神的自己 記得那個希望人生以男子和姿態 度過的那個狂妄小子這樣子 說到這裡 講到人中之龍 接下來呢 我自己也會推出一部 教日文的現場課程 那它的內容呢 就會跟SEGA這邊合作 配合人中之龍的一些畫面 跟一些情節 讓大家在學日文的時候 可以覺得更加生動 更加有趣 更有效果這樣子 最後咧 就像人中之龍裡面 北野舞出現的那個鏡頭 希望 就是有一天 變成大叔的我 變成中年人的我呢 可能會對著那個年輕的自己 這麼講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